距离高以翔意外猝死已经过去一段时间,人们对他的怀念始终没有停滞。 除了高以翔的父母之外,最伤心的就是他的女友苏湘涵。 据好友透露,高以翔早已买好婚房婚车,等女友毕业就结婚。 苏湘涵也在10月时挑好了婚纱,只等高以翔回中国台湾后确认,可惜却等来了噩耗。 从苏湘涵在社交平台晒出的照片来看,俩人的婚房是一幢三层高的别墅,内景装修基本上按照高以翔的构思设计。 白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建筑摄影作品,而高以翔适应的王立川就是一位出色的建筑师。 高以翔曾说过自己梦想中的家会有三个小孩一只狗,孩子们睡着了就和妻子在壁炉前约会,这些都能在苏湘涵的照片中一一印证。 如果意外没有发生,高以翔应该很快会在这幢房子里和女友过上梦想中的生活。